来有的题目给了你啥条件 你就得用啥条件 而有的题目给了你啥条件 你恰恰不能用这个条件 这道题目告诉了我们三个方程 这三个方程放到一块 是一个三元二次方程组 如果你想通过解方程组 解出XYZ的值再带进去的话 这道题目你大概率做不出来 我们现在要通过这三个方程 构建一个新的方程 我们把这三个方程都相加 把含X的部分写到一块 就是X方加上6X 把含Y的部分Y方加上2Y也写在一起 再把含Z的部分Z方再加上4Z也写在一起 而右侧是7加上-7再加上-14 那不就是-14吗 得到这个方程以后我们观察 X方加6X可以配方 Y方加2Y Z方加4Z都可以配方 配方之后我们得到的就是X方加上6X加9 再加上Y方加上2Y再加1 再加上Z方加上4Z再加上4 注意左边多加了914一共是14 右边也得多加上14 那不就是0了吗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X加3的平方 加上Y加1的平方 再加上Z加2的平方等于0 所以X当然等于-3Y当然等于-1 而Z当然等于-2 咱们把这三个值直接带到问题中 题目就解决了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9加上1 再加上4等于14 大家学会了吗 下课 啊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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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8